有句话说得好啊 叫听过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如意之事 占十之八九呢 有人说我缺钱 有钱就开心了 也有人说我没有女朋友 有的话也就顺心了 其实啊 按照有书军的想法 这些都是借口 因为决定你人生的 其实并不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是你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 网络上流行一个词语 叫做鸡汤 但是有书军不给你灌鸡汤 而是想通过一本生活随笔 带大家自己去领悟人生哲学 注意啊 不是灌 而是熏陶 这本书啊 就是刘渝的送你一颗子弹 作者刘渝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 2006年至2007年期间 在哈佛大学做博后 随后呢 前往英国剑调大学任教 2010年回国 现任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里的文章 大约写于刘渝在哈佛做博后的前后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段呢 因为那个时候啊 刘渝30岁左右 单身 还身在异乡 所以啊 才有更加多的时间和空间 去感受和体验生活 因此啊 才有了这本 看似杂七杂八 无病呻吟的情绪堆砌 实则充满对世界 社会 人生的哲学感悟 那接下来 有书军呢 就找几个要点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 离开故乡 来到大城市发展 生活节奏呢 也越来越快 孤独 成了现代人的通病 其中就包括刘渝 只身在美国的刘渝 生活很单调 十点起床 看两页书 下午一点 出门在某个咖啡店里 随便买点东西 当午饭 然后就着 窗外漫天大雪 改一下午的论文 晚上七点 回家做点吃的 看电视 十点 看一张DVD 午夜十二点 读书 凌晨两点 上网留的一圈 准备睡觉 按他的说法就是 这样的生活 就是度日如年 度年如日 但这样 看似孤独的生活 并没有让刘渝 感到难过 因为在他看来 每个人所能依靠的 最终只有自己 所以 能够让自己 尽情地伸展 而不是困有于 某个社会规则 或者集体意识力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同时 也正是这样的态度 让刘渝 丢掉了内心的包袱和别扭 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 敢开口 大胆地和外国人交流 按照自己的心意 翻着隆重的连衣裙 去跑图书馆 敢于卸下一身包袱 肆意地做自己 他在书中说 你比想象的更自由 人生苦短 听从自己 才是这个诺大 却孤独世界的 唯一解药 二 什么样的关系 值得经营 在我们的生活中 几乎有一大半的烦恼 都是来自于人际交往 这朋友不高兴了 那也同时不满意了 有所于各种人际关系的 我们常常感到 十分的疲惫 不过呢 常常在大洲之间漂泊 不能与朋友相聚的流鱼 却有了这样的感悟 他认为 这些人是你人生中的癌症 脱离不开 而另一些人 不过是一个喷嚏 转瞬即逝 对于这个观点 有数据深以为然 翻看一下你手机里的联系人 一个一个看过去 一些无关痛痒的过往人 在时间的长河中 就这么消失了 他们之于你就像你之于他们 化成了对方手机里 两三个无意义的阴节 所以刘宇才会说 我们的人生那么短的时间 应该用来买一些 自己真正需要和喜好的东西 关系一如是 但这倒不是说 让大家少交朋友 都跑去玩自闭 那样有数据的罪过可就大了 我们可以理解为 交朋友要有选择性 虽然我们每个人 都渴望亲密关系 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 但真正的关系 可遇不可求 我们也不必身陷其中 要学会讨好自己 而不是他人 三 没有无聊的人生 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很多人都以为 自己活得很苦逼 正是工作 生活无趣 但你相信吗 像作者刘宇这样 爬上知识界巅峰的女博士 其实人家也迷茫 虽然作者 辗争于各个国家 一时无忧 但他同时也意识到 自己以后的生活 注定是要高深的 看高深的书 参加高深的回忆 他觉得自己这样 是被所谓的理性 和成功剥削了 他甚至希望自己 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拥有一场包办的婚姻 这更可怕的是 作者有段时间 越来越感到人生的虚无 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努力 最终都是无用功 不过还好 刘宇足够通透 他很快便释然了 他说 与其纠结于远方 并不存在的自由 不如 就地发掘热爱的音乐 小说 还有小妹妹的笑容 善待自己手上的 每一寸时光 等到那个注定虚无 从铁轨那头 静静使来时 闭上眼睛 呼啦一声 干净利落地消失 说到底 生活的本质 不就是体验 当下这一刻的美好吗 我们所拥有的 不就是当下这一刻吗 或许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一份长长的清单 等到我们四十岁 我们就可以退休 去周游世界 等到孩子大了 我们就可以 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等到孙子上幼儿园 我就可以 说这种话 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可刘宇却说 万一你在那一天 到来之前 不小心出了车祸呢 万一明天 你就心脏病 突发死了呢 细虐娇悄 可是自此在理 那么 如何去获得 第一手的体验呢 刘宇说 观察你周围的世界 点击你的生活细节 打开那只 发现之眼 你就会发觉 我们目之所及的 所有看起来 平淡无奇的事物当中 都埋藏着 一朵小蘑菇 如果你分离得顶一顶 蘑菇 就会层层冒出来 其实不论 生活条件的好与坏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去找寻这些 最本质纯粹的东西 愿大家都能带着 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善意 不急不缓 慢慢长大 不过在看这本书之前 有书菇先来帮大家 解决一个小困扰 那就是 你是不是总是担心 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从而让自己 工作生活都变得很辛苦呢 别着急 有书菇找到了一个小视频 里面有一个 我们永远不必担心 别人想法的理由 如果你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 就来关注 轻毒实验室微信号 私信回复 社会两个字 有书菇 就会分享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